這個節目呢 有人想有血案 哈哈哈哈 不是呀 最近我真的發覺很多迴響 是啊 自從你早幾天前其實都忍了很久 不過你只不過說回自己的感受才是 接著有一個很有趣的網上的現象 就是有一位人兄回覆的姿勢也挺有趣的 他出的姿勢也挺過癮的 一系列的人幾乎是全民皆眾的 我是垃圾的 我突然說 對 我是傷殘人士 又是廢佬 廢青 什麼都齊 你問他好不好 他又說不打 我們先說一件事 有些人就說 你們這些人對我都很多意見 不如這樣吧 逢星期一的時間 他說歡迎你們來spyling spyling就是自己切除一下 那我就盤著這個切除的精神 大家研究一下 問他就沒有興趣 接著就回答的東西就不是我們所想的東西 他不是很搞笑 不知道為什麼又要 又要拿著200萬支票 接著就確保他的員工有良出 即是我送200萬跟你玩spyling 接著如果你慣低了就要接收你的跑山台 那你很愚蠢 那你真的要送些什麼去使用 你要打200萬 cash 不如有人拿200萬出來 那他幾個sideband 那不就sideband 不如先問他 不如他又好像bought了你 不呀 我都找不到他 接著他就bought了我的whatsapp 算是我們這件事 我們說到這個位置 我想今集可能有幾千view 我突然間接著炒上去 照理不難的 200萬有19萬個subscribe 一人給1000元就夠了 夠了 是的 都夠他 每人給100元都可以了 去那裏19萬 是呀 100元就夠了 100元自己跑一匹 很容易 是的 好 那 那是不是8、9 十匹而已 是啊 他講到自己這麼有錢 一人打 要是這樣啦 你怕打 他又不信神不信鬼 就跟你齊齊找個最猛的地方 齊齊在那裏睡一晚 哇 這個你給200萬 我也不夠淡啊 先人 打都沒問題啊 這些我真是害怕的 齊齊 齊齊 沙嶺 對 沙嶺 你選吧 你認為最猛的那裏 比你帶個人陪你 哦 我又一人找個人做變正人 哇 你這個下戰書都幾狼 比他還狼 哇 真厲害啊 你都不信的 怕什麼 你說這個世界是沒有的 哦 那是 怕什麼 那些地方風涼水冷 還可以過一個漫漫的長夜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一人拿兩 我又沒有什麼人支持 我只有一個 我一說一聲 他就拿了兩球現金 數龍 是不是 擺在那裏 不用找 不用拖人家下水 又說要找律師 浪費 人家做小人當 不要經常找人拖人下水 是不是 喂 我們講血案 無謀 你走 那裏 你走 你走